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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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我是讀森林的 後來在加拿大也是研究森林 十二年才回來 那我們現在要談的事情呢 就講雨林 熱帶雨林 雨林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環境 那麼它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神秘 讓人家捉不著看不透 到底雨林是怎麼樣的一個環境 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 差不多都是從熱帶雨林來的 你們吃的芭蕾以前的芭蕾什麼樣子 記得吧 小小的 是不是硬硬的 但是現在泰國芭蕾 為什麼要泰國芭蕾 因為很多基因從 泰國熱帶雨林來的 是從那邊來改良 一直改良一直改良 所以其實我們生活是跟熱帶雨林是 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說沒有雨林我們就慘了 因為很多作物的改良 一定要找到它原來產地的野生的基因 那麼充分享受食物的時候 要聯想到這個食物是哪裡來的 那麼雨林之所以大家關心 因為裡面有無限的保障 我們可能用不到百分之一 或許是我們已經破壞了百分之二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家要思考說 我們對待雨林裡面的寶 要怎麼樣的使它保留下來 怎麼樣的有科學方法使用 那麼怎麼樣的呢 讓它可以永續下去 那麼雨林的位置 注意看這張圖上面 那大概綠色的 因為這條南北尾十度 這個是叫人類化的線 事實上沒有這條線 所以它在十度前後還有地方不一樣 所以它分布的位置 並不是照緯度來分的 你看到台灣 我特別畫了一個北徽歸線 台灣在那邊 所以台灣以南算熱帶 但是勉強說熱帶 真正到熱帶就要赤到南北尾 說到底熱帶有什麼特殊點 以氣候講起來 以環境講起來 或者說這個熱帶雨林 在人類使用之下 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最左邊這個雨林的定義 大家要知道 雨林什麼意思呢 下雨很多的森林 對不對 多少雨 有的人說兩千就夠了 但是可以到五六千 所以它範圍是很寬的 就等於台灣的年雨量 也是兩千五百 所以如果把台灣搬到 吃到去 我們絕對是雨林的環境 但是我們不能搬台灣 但是我們的氣溫 我們的雨量 這都是可以達到這個 雨林的標準 但熱帶雨林的標準 但我們不處在熱帶 我們再看看這個 我們說熱帶雨林是地球之肺 事實上它的光核作用 產生氧氣 這大概初東我們都學過對不對 它產生的氧氣 這個吸收的氧氣 它也要吸收氧氣 綜合起來 全世界的這個氧的生產量 上百分之二十 亞馬遜河 只有亞馬遜河 還沒有講到別的 它產生的氧氣 就比其他語言多 第二個它複雜 因為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走進森林 十種樹 太簡單了 同樣一公頃 你到台灣七十種 我還要講多一點 逛風逛了一點 五十種七十種好了 大家不要相信 然後到熱帶雨林 三百種 一公頃喔 你想看 它說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就等於你口袋的錢 我一個口袋裝三百塊 跟一個口袋裝十塊錢 對不起 你這三百塊可以賺 從裡面還可以賺多少錢 影響太大了 百分之二十是雨林 那百分之七十呢 百分之八十呢 是海洋的浮游性植物 光合作用 所以海洋的環境非常重要 如果海洋環境破壞 這些浮游性植物的光合作用 變差了 我們的氧氣會越來越少 這不得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 是不是 所以保育 熱帶雨林 當然海洋一樣要保育 因為它是一體的 再下來 現在氣候暖化都會知道 所以說這個雨林啊 它可以吸收 我們認為 污染物的二氧化糖 它可以吸收 它的量不得了 所以說這雨林在環境上面 在我們生存的這些要素裡面 它是一樣的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們是熱帶雨林世界的糧藏 諸位 你隨便到我附近的一個這個水果湯去看 鳳梨香蕉什麼 蛤蜊 這全部都是雨林原來的植物 被人類帶出來 然後加以改良 但是它的基因都在那邊 如果我們雨林 如果我們的作物被蟲吃了 我們作物不能抵抗那個蟲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找能夠抵抗那個蟲的 那個植物的基因 絕對不在你身邊 在雨林裡面去找 所以很多作物 病蟲害以後沒有辦法 就去那雨林找 它的基因 可以抵抗這個 這個現在的病蟲害 那麼蔬菜水果花卉沒有話講 是不是 還有很重要的是藥物 人類就吃飽以後 就身體健康就要吃藥 或者是要保養 這藥物也是我說的這個 熱帶雨林是人類的藥房 你要去買藥就去那邊拿 你要去那邊買藥 因為植物裡面有一個叫生物鹼 有效成分的生物鹼 就是我們哪來 當作醫藥的主要成分 這個現在的醫藥 主要的成分一百多種 原來都是從雨林裡面的植物 提煉出來的 你就以美國講起來 四分之一的促方 就是說醫生給你開促方 是來自雨林的植物 你說四分之一是種類而已 不是種量 種量就不得了了 你一種 你如果很多人用 它就變成種量了 但是種類有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 那麼還有很多很多植物 這個聯合國鑑定出三千種 可以有抗癌的植物 但是我們用的到呢 只到一層 不到一層 而這個三千多種 有百分之七十 是熱帶雨林的植物裡面 提煉出來的 所以你想看 這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數目 那我們再看 我說你要自然不出問題 我們有保險設備 對不對 你家的燈 我記得我以前 這個自己一個人生活的時候 到囊不住的時候 你插了三個燈 就保險師就斷了 就是說自然界 也有很多保險師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功能 它有不同的保險師 不只有一個保險師 也不只有一種粗細的保險師 那麼這一些呢 我們都可以 這個我們都可以 從自然的環境裡面把它找出來 這個保險師是什麼 是鳥類的組成 那個保險師呢 是這個動物 要吃植物的動物不見的 這多是保險師 非要研究不可 不容易說 哎呀 拆拆的 你只要把我這幾個字 你隨便選一個字 你打到Google的話 再把這個食物鏈 熱帶雨林這兩個打上去 你就可以找出他們的關係 熱帶雨林有一個非常特殊 是住了很多原住民 這些原住民大概 在亞馬遜河 就是一萬四五千年 以前 從北美 一直走 一直一直一直走 走到什麼 走到智利南端 就經過 經過這個亞馬遜河 他們在那邊生活 生活了數千年 一萬年 那麼他就學習到怎麼樣 你要利用怎麼樣 利用那當地的生物 尤其是植物 植物被跑 好抓 對不對 動物不容易也危險 那麼這些知識啊 你去自己怎麼找這麼多 三萬種的 你要問那邊的原住民 哦 你要吃這個藥 然後你回去 帶回實驗室 哦 原來這個成分 傷風感冒了 這個成分 是你這個身體 這個長的什麼瘡 被蚊子小 被死掉 很多很多種 因此他們的文化 叫自然文化 是寫在他們的傳說 他們上一輩告訴他 告訴他告訴他 但是我們知道 你把羽靈摧毀了 他們沒有生活的地方 在這個羽靈裡面 有五千種語言可能 五千種語言哦 在台灣能不能講三種 就是很神奇啦 五千種語言 有的語言就一個人會講 那個人可能比我還老 那麼那個人走了 他所有的 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還一直床下來知識啊 沒有啦 所以他這個百科學生書 就是被死掉一頁 少掉一頁 所以說熱帶羽靈的保育 不要忘記 保育裡面的古老文化 所以羽靈被破壞的 非常非常厲害 你看我這上面寫的 就一百年而已 一百年 有一千七百萬平方公里 台灣這三萬四萬 好四萬平方公里 一千七百萬公里 你看多大 多少個台灣 一百年裡面 現在變成 現在變成一千一百萬 還在繼續的變 因為當你破壞一塊面積以後 它旁邊你沒有破壞它也完了 所以不是說你破壞這一塊 比如說就這一塊 不是 它的影響非常非常 慢慢地滲透出去 所以其他也被破壞了 你們看這兩張圖 一張是右邊這一張 就是這羽靈 主要破壞的是 扛掉種 例如說牧草 種種旅遊 那麼這些把森林變成牧場 不然我們甘蔗哪裡來 變成甘蔗田 變成這個 其他各種用途 最大的是因為你可以進去 進去是開路 一開路 你看這條路旁邊 這個人就搬進去了 就開始旁邊 整個雨林就會逐漸地破壞掉了 所以開路我認為是最危險的 那麼然後你在各種方式 有的是把燒掉種玉米 是吧 那麼這個比較原始一點的 有的燒掉以後耕耘 用機器耕耘 施肥料 種那個什麼 種這個基因改良的玉米 基因改良的作物 那麼所以說 其實雨林的破壞 就是因為人造成 但是人類一百年來 人口增加太多了 假如說一百年前 一九零零年 當這裡面沒有人出生 這世界上應該還有這樣的人 活著 一九零年的人口 可能就十六億 這個十六億啊 是自古一直累積死掉 活著死掉才十六億 到了五十年以後變成二十五億 到了再過五十年 現在七十四億 後面增加非常厲害 所以對自然的要求 就是他們的資源 就一定要使用 加上我們很浪費現在 以前活著 我記得我小時候 也沒有鞋子可以穿的 那現在呢 鞋子不然穿哪一雙好 那麼多鞋子 不需要啊 但是我們就不曉得啊 所以我們的消費型態 不是人口增加而已 消費型態改變 以至於雨林的壓力非常的大 你看這幾張 亞馬遜要做一個非常大的水庫 那麼你到森林裡面 森林象幾乎沒有了 但是被人家破壞的象頭也在 你看多大 你人多大 所以每天卡車一卡車的這些木頭 事實上這木頭 不應該是我們現代人類的 很早的人 那時候就有了 直到我們這邊我們把它用掉 那你想看看這個石油也是一樣 沙烏地阿拉伯 那石油怎麼是它的 那是建國在那邊 那底下怎麼會是它的呢 那沒有道理對不對 那就是它現在 我們國際法也是有問題 我為什麼 那麼我的林海有二十 二十里就是我的 二十里不是喔 還深的也是你的喔 所以不止二十里啊 在此上深度不得了啊 所以人類有很多法律 實在是需要 這個 重新思考 規範人類的行為 那麼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行為我們怎麼選擇 例如說我們要糧食生長 但是呢 我們也要木材利用 事實上木材砍完畢就是種農作物 我們要砍多少 剩多少 怎麼砍 砍哪裡 砍完畢以後利用作物生長 是用什麼方式 就第一句就 就要非常多的研究 非常多的實驗 就會曉得 要自然永續 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年紀稍微長的人在這邊 在我們以前在水溝裡面 泥鳩 上魚 毛蟹 多得很 那奔機戳就有了 後來我回去以後 地都不見了 我朋友 同學跟我一起回去 我看一下 它是犯牛的 怎麼搞牛 還要花錢請人家割雜草 以前的牛 這個是我走的牛 這邊雜草都是我的牛吃的 每天去吃 現在是雜草長了 花錢去割 你看看 整個人類的這個生活方式 應該是要反省一下 我這邊只是舉個例子 如果說中間那一塊是一個完整的森林 我們畫了三個圓圈 暫時不動 暫時不動 旁邊呢 全部砍掉 變農田 就右下角 另外一個呢 你砍 有選擇型砍 不要一直砍光 它造成的 裡面的物種滅絕力差很遠 這也是告訴我們 你看 你看紅的是滅絕力 你看右邊那個 紅的跟藍的差不多 就是死掉一半對不對 那左邊這個綠的多 紅的少 就死掉百分之十五 因為只要 只要你能夠 比較有科學方式去管理的話 物種滅絕 也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快 但是很難做得到 如果大家出過華盛頓特區 最有名的就是博物院 保護館其實是保護院 保護館很多保護館 這保護館呢 大部分就是我這邊 史密松研究院的 那它下面為了熱帶植物的保育 它設了一個熱帶靈研究院 這個研究院 我在臨業試驗所的時候 我就拉線 把這個研究院的這個研究人員 跟我們臨業的研究人員 拉在一起 我們大家來一起做 因為他們在全世界有六十三個森林區 其實有三個是我們台灣的 現在六十三個裡面有三個 那麼有二十四個國家 我們也算一個 第三個 在那個森林區裡面 在台灣是五百公尺乘五百公尺 這樣一區叫一區 二十五公頃就等於台北植物園的三倍多 裡面每一棵樹啊 只要比我手指這麼粗 都是要掛號碼說 這是什麼樹 那麼這個樹多大 在什麼位置 全部都有 你只要打進去 台灣 台灣 前東打進去 它有的話它馬上告訴你 再拿一點點 在山頂 在山腰 在溪頭 溪旁 你就知道它生活的環境 是不是 那麼一共有多少 六百萬株 這每一株多人 又掛個鉤子 就等於台北市 大台北市也沒有六百萬人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這個手鏈一樣告訴你你是誰 那麼還有呢 一萬個物種 所以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 是我們跟全世界一起做研究 台灣在這方面的生態學 熱帶雨林學研究植物分類 跟植物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結果以後果是哪裡去了 為什麼這個樹可以傳播到哪一個地方 為什麼這個樹旁邊 為什麼是這一棵 你們在一起 你們兩個在一起帶好朋友 這是有原因的 或者今天不小心碰到 這些關係 你不要以為樹不是隨便選的 樹有樹的方式 都要研究 開花結果 為什麼要知道開花結果 因為環球 氣候變遷以後 本來三月開的話 二月半就開了 為什麼 變暖了 所以這些研究 開花很重要 因為昆蟲蜜蜜要吃花蜜 你太早開的話 昆蟲還沒出來 你擺開了 擺開就不能夠受粉 不能受益 不能結果 所以你不要看森林 它是非常有次序的 你非要了解 那麼 這邊台灣有三個地方 一個扶桑 一個蓮花齒 一個男人桑 這是國際上有註冊的 大家去過扶桑沒有 有沒有舉個手 有啊 扶桑是雅熱帶雨林 我們沒有什麼標準的雨林 但是我們的森林 雅熱帶森林 也是非常重要 它的下雨的這個量 絕對是熱帶雨林的標準 每天都下兩百三十 我記得我們算過 兩百三十天再下 一天一年 你下 你如果去下雨 不下雨的話 你運氣不好 因為下雨是正常的嘛 你去看一個不正常的環境幹嗎 下雨好啊 這本來去應該下雨 一定要下雨啊 那這些研究 就是要跟他們互相交換 第二個重要的研究 台灣也積極的參與 叫國際長期生態學研究網 這個是1993年 創立的 我們要跟國際合作 然後國際了解我們 我們了解國際 然後雨林的未來 你要知道 我這張葉子啊 上面多住的人 底下一半怎麼樣 還是原始狀態 這個概念是從這一本書 叫做半個地球有沒有 對 主要是半個地球 這半個地球 他說如果我們在持續的利用 這森林到這個樣子 將來人類希望有限 因此要把半個地球的面積 要壞下來 不准動 變成保護區 人 政治動物 大家知道非常 政治決定一切 第二個 經濟動物 第三個 社會動物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剛才講經濟動物 政治動物 是因為我們受了 溫帶西方社會的影響很大 我們小時候吃蘋果很珍貴 要吃蘋果先生病 然後媽媽就會 蘋果給你吃 對不對 現在 那我們都以為蘋果就是 最重要的水果 但是不是的 因為他們也研發 種植 品種幾百種外種 所以使得我們這些生活型態 思想 消費 方式 都受了溫帶影響 那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影響不容易取處 但我們可以決定說 我們可以接受多少影響 讓這個熱帶雨林的影響 尤其台灣自己亞熱帶的生命 我們也是一樣 把這個台灣唯一的海岸 激風 熱帶激風林破壞了 我姓金 叫金恒彪 那我們最後一句 贈送給諸位 如果沒有雨林 人類就沒有未來 謝謝 多謝 多謝